《阅读单元8 网上阅读》 目的就是使家长可以在家中通过网上的阅读 令到他的子女养成阅读的习惯 大家都知道有些同学是不喜欢阅读的 他甚至是害怕阅读 我们怎样能够令到同学由害怕阅读 到不害怕阅读 当然方法有很多种 但我觉得其中网上阅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网上的阅读只要每天能够读一篇文章 每篇文章大概是三百字 一年可以读十万字 十年可以读百万字 通过每日的定时的阅读 我们可以令到子女慢慢养成阅读的习惯 习惯一旦养成 他就不会害怕阅读 这就是我们的网站设计的特点 因此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家长 鼓励你的子女 每天都能够上到我们这个平台 叫做读写语的平台 来阅读研究所设计的教材 我们希望通过每天都这样做 能够改变了他的阅读的行为 令到他由害怕阅读 变成了不害怕阅读 到最后喜欢阅读 阅教材特点 我们这个网上阅读的平台 总共有120篇的教材 这些教材每天只刊登一篇 120篇就轮流全年 周而复始来刊登 这120篇教材 总共有六种阅读的策略 哪六种阅读策略呢 第一种就是时间的线索 第二种就是空间线索 记序的顺序 说明的顺序 描写的顺序 以及标示的词语 这六种的线索 或者六种的阅读策略 都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是具备了的 所以只要学生能够去阅读这些文章 它在潜移默化之中 就已经能够熟悉了 学习了这种阅读的策略 它可以利用这种阅读策略来读文章 可以提高阅读的流畅度和准确度 所以我们这六大类的文章 合成就是120篇的文章 这些文章每一篇的后面 都附有三至四个题目 只要学生在网上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完成了简单的题目的测验 它已经做完这份功课 大概需要五至十分钟的时间 很简单的一种学习活动 而每一篇的文章 大概是150至300字的文章 而它的内容方面 都是围绕着学生的衣食住行 和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都是具备一定的可观性 还有我们在网上的文章 我们具备了精美的插图 这样学生一边看插图 一边读文章 它的难易度就会低很多 这就是我们教材的特点 丙 家长指引 我们很希望家长能够先看 这个本网站平台设计的陆像 了解了我们这个网站设计的特点 和运行的方法之后 你就可以鼓励你的子女 每天都定时上网来去学习 一篇文章 当然最初的时候 它都会感到枯燥伐味 你不妨给它鼓励 给它掌励 给它关心 给它协助 它觉得阅读都不是孤立 是有人去支持它 帮它打气 当你的子女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做完这个练习题之后 就已经功德圆满 你应该给它好好的表扬 这个课页就已经做完了 丁 学习延伸 我们网上的阅读 我们希望家长不要把它理解为 一种功课 一种机械式的阅读 只要每天上网 做了这个问答之后 就已经读完了 这样是一个机械式的阅读 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延伸 所以我们的家长 可以鼓励你的子女 读完网上的文章之后 你可以鼓励他 可否将网上的文章浪读一篇呢 浪读完之后 也鼓励他将网上的文章内容大意 复述给家长听 然后在复述的过程 你可以鼓励他 可以增加一些情节 或者删减一些情节 让他有一种创造性行为的表现 所以这个学习的延伸是很重要的 还有 当你的子女将网上的文章 向你复述的时候 你可以一边聆听 一边向你的子女提出问题 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 你同不同意他的说法呢 你有什么补充呢 这个过程 家长只是不断向子女提问 子女便会回答家长的问题 变成了他们围绕着网上的文章内容 或者论点展开讨论 这种亲子阅读的活动 是相当有益 可以令到你的子女的思维能力 得以提高 的同时 他渐渐觉得阅读也挺有趣味的 原来可以用来一边读一边讨论 又可以和这个家长一起共同研究 当他的论点 他的观点 你觉得有一些创新性的时候 家长可以给他鼓励 给他肯定 他的成功感很大 所以这种学习的延伸 收效是更加大的 没有了 叫做学习评估 其实这个学习评估 已经在网上做完的测验题目 在网上提交了之后 已经即时得到这个回馈 在网上马上告诉他 你已经答对了 今天的阅读理解测验的题目 所以他已经得到一种 即是回馈告诉他 你已经完成了整个测验 所以这个学习评估 是不用家长去做了 网上已经代他做了 那当然那个子女 亦都可以在网上 看回自己个人的档案 了解自己在近来 这一个月 这半年 他那个阅读的习惯 是怎样的呢 他的阅读成绩是怎样的呢 所以整个学习的评估 都是有个跟进有个延续的